大家好我是雅峰微信中音診所的劉璇嘉醫師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就是你上班久坐之後常常會腰痠腿疼 或者是我們使用手機或是平板電腦時間過久的時候造成我們的肩膀硬梆梆的像石頭一樣 那就開始歪頭扭脖子怎麼樣都覺得不順暢的經歷呢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聊一聊中醫對於痠痛症的看法 以及用什麼樣的方式比如說失療啦或者是穴道按摩來幫大家舒緩疼痛症的發生 在中醫的觀點裡面呢我們的痠痛稱之為避震 那當然在避震發生的時候呢我們要首先要做的先是排除我們的急重症產生的疼痛 那排除掉我們急重症發生的原因之後呢大部分的疼痛會歸類在不通跟不容這兩個原因 那不通的意思是說呢可能是常常會受到外界溫度的影響 那溫差太大啦或者是食食不良或者是飲食不當或是沒有足夠的運動 造成我們的經絡受到了風寒啊彈濕或是瘀阻的影響造成我們氣血流通的不順暢 而導致我們疼痛的發生 那不容的原因呢則是因為大部分是發生在年老或者是體弱或者是久病之後 那這些原因主要是由於我們的氣血不足夠沒有辦法很好的滋養我們的筋骨 那我們肌肉沒有辦法獲得很好的營養之後就容易產生酸痛的發生 那這兩者呢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或是兩個因素會互相配合造成你的疼痛變成不舒服這樣子 中醫的觀點方面呢我們是肝主筋 腎主骨 那在筋骨方面也需要足夠的潤滑或者是滋養 它才能夠比較很好的發揮作用 所以呢在飲食方面我們主要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呢就是不肝腎 那肝腎虧的狀況比較常發生在老年人或者是久病體虛 或者是營養不良的人身上 那在補養肝腎的食材方面呢 我們可以選擇比如說枸杞、核桃、芝麻或者是海參、黑豆或是桑腎等等的食物 那第二個呢就是可以食用多一些些的膠質 富含膠質的食物 這些膠質的食物可以讓我們的筋骨有足夠的潤滑 然後也有強健的作用 那動物性的膠質選擇呢 可以選擇豬蹄啦或者是雞腳或是魚皮 那如果是吃素的朋友或是覺得太過油膩的狀況 可以選擇植物性的膠質食物 那比如說像是秋葵、菇類、山藥或者是黃公菜之類的 第三個呢就是我們要讓我們的氣血充足 氣血充足我們的筋骨就能夠獲得很好的滋養 那它的活動或是它的功能就能夠非常的完善 那在養氣血的食材方面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比如說紅棗啦、烏骨雞啦、黑木耳 或者是菠菜跟竹桿這一類的食物 那除了以上的補養的食療之外呢 當然更要避免就是我們的NG食物 NG食物有哪些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寒涼性食物 寒涼性食物包含哪些呢? 比如說生冷性的瓜果還有番茄跟我們的白蘿蔔還有大白菜 那這些生冷性的食物呢 主要是容易造成我們體內的濕氣 那還有容易讓我們的血管產生一些寒性的收縮 造成我們的氣血循環不好 那就容易發生酸痛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的南消化的食物 南消化食物是因為會讓我們腸胃造成負擔 那負擔久了它的腸胃機能比較減弱 減弱之後就會影響我們氣血的生成 那久而久之就會進而影響到我們整體氣血的旺盛與衰退 那第三個呢第三個就是我們要盡量避免辛辣及刺激的食物 那這些食物吃多了容易讓身體產生火氣 火氣長時間存在於體內 它就容易去消灼消耗我們的陰血 也會進一步導致我們陰血的不足以去滋養我們的筋肉 這樣子 這邊推薦幾個穴位讓大家做一些筋骨的保健 以及舒緩痠痛的方式 首先呢第一個是我們的頑骨穴 頑骨穴的位置呢主要是位在我們的耳後 我們耳後有一個是乳塗的骨頭 那它的邊緣呢其實就是我們提肩甲肌附著的地方 那在這邊呢做一個輕柔簡單的按摩 每次按摩大約15到20秒 稍作休息之後可以再重複按個5到10次 可以幫助緩解你比如說 左右轉頭緊繃的狀況 另外一個穴道呢是我們的風池穴 風池穴的找法應該大家比較熟悉 就是在我們的後枕部往下 它有一個凹陷 然後我們的肌肉旁邊會更明顯的凹陷點 那這個穴位呢主要是可以疏散我們的風寒 比如說你久待冷氣房啊或者是吹到冷風 突然覺得肩頸一陣僵硬不舒服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利用這個穴位來稍微按壓 那這個穴位呢因為它的位置比較深層 所以可以建議使用一些輔助的工具 比如說刮砂板或者是按摩棒 那做輕微的點狀式的按壓 來做舒緩 第三個呢是我們的天宗穴 天宗穴是位於我們的肩甲 肩甲骨的正中央 那肩甲骨下面的肌肉呢是我們所謂的肌下肌 肌下肌的部分呢有的時候因為我們上班的姿勢 有的時候會過於圓肩 有的時候它在肌肉緊繃疲勞的狀態下 會比較有痠痛情形發生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在肩甲中間的那一點 天宗穴做一個適度的揉壓 就可以舒緩這樣的不舒服 那第四個呢是我們的腎疏穴 腎疏穴的部位呢它其實是在我們的背後 就是我們腰部的部分 那怎麼尋找呢它的位置大概跟我們的肚臍等高 那我們沿肚臍的位置往後延伸 在我們脊椎骨的旁邊會摸到兩條比較緊繃的肌肉 或是比較僵硬的肌肉 這通常都是久坐之後引起的痠痛 那在這個時候呢也可以用我們大拇指 做一個插腰的動作 然後去按摩揉壓 它舒緩它的筋骨緊繃 那沉山穴的部分呢是位在我們的小腿 有的時候一些業務啊或者是酒站的跪節啊 他們有時候小腿都會比較緊繃 比較緊繃的時候小腿緊繃有時候會牽連到大腿 甚至腰臀部都會不舒服 這個時候呢在我們的沉山穴也是用拇指做一個揉壓 每次也是差不多15到20分鐘 那揉壓個四五次也可以緩解局部的痠痛 那還有一個是落枕穴 那落枕穴這個部位呢其實它也很簡單 有的時候是讓你沒有辦法在做大動作的狀況下 做一個簡單的舒緩 它的方式呢是在我們的手 食指跟中指中間的這兩個骨頭 做一個三角形正三角形的頂點 那這個點呢我們做一個按壓 按壓之後呢我們可以稍作我們的頸部 一邊按一邊左右的扭轉來用 利用中醫所謂動氣的方式來緩解我們肌肉的疼痛 在這些按摩推拿的手法當中呢 其實也是藉由這樣的方式來幫助我們氣血的通暢 所以呢在一些孕婦啦或是有重大疾病 以及身體比較虛弱的朋友身上呢 可能要注意輕柔的按摩 不要過度的按壓 以免造成氣血突然一下循環太快 而有產生頭暈不適的狀況喔 如果平時我們要避免痠痛時常上升呢 當然我們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注意 平常要維持正確的知識 並且在一段時間之後 就要適時的起來活動 並做舒緩的動作 平時工作也不要過於操勞 要配合適當的運動 當然如果配合飲食的療法 也避免NG食物過度的攝取的話 大家就可以盡量跟孫桶說掰掰囉